东京米其林一星拉面鸟拉面Suta进驻台中J猫Rotilla除了鸟拉面 还有了凡香港游击饭面贴好运点灯仙品甜牧场看好台中的消费能力 要在中科J猫打造亚洲米其林一条街对于我来说 最大的优点就是走路就吃得到的方便性 还有下午时间没有休息的好处假日比较晚起床 这天避开用餐尖封时段过来吃很快就进去用餐了 虽然还是很多人大家都睡很晚内 他贴了鸟拉面Suta地址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四段1038号一楼电话 0424623078营业时间星期日贴了星期四十一点到二十一点三十分 星期五六十一点到二十二点 等待时间看一下菜单其实很简单 左边是酱油拉面右边是盐味拉面底下差别在于 在于要不要有糖心蛋跟多三片叉烧肉的选项 至于鸟拉面创办人大西社长为台湾限定新口味蜜味增拉面已经先听试过的朋友说 口味较闲 加上是限量的也供应完了所以不用考虑太多 直接酱油和盐味各点一碗 Tiel的位置全部是吧台位置如果带比较小的小朋友可能比较不便高度到可以自己坐在椅子上的店家非常天心的会给小朋友自己一个吧台位置也给一份餐碗和水杯 毕竟小朋友没办法吃一碗的消费这点有加分 因为位置不多 阿Tiel的坐吧台可以看到师傅们料理过程Tiel的师傅除了料理 一边还要淡定的无视拍照的客人 辛苦了 哈Tiel的卖茶30美元单人享用 可需杯不过卖茶要费用的 阿Tiel的我想试试看要付费的卖茶是不是有利害事实证明 喝水就好Tiel的 叉烧味浴酱油拉面385美元 叉烧四片胃郁蛋笋干 葱绿松露酱如果纯粹是酱油拉面 不想全都有就是叉烧一片 没有胃郁蛋一样有 笋干 葱绿跟松露酱 是295元叉烧偏瘦肉 口味不重 汁来比较软嫩一点 叉烧跟笋干都需要比较咀嚼的口感 味道比较明显的是 碗中黑黑的纳坨精华松露酱 一上桌就有明显的松露香气 还没拌开之前先喝口原味汤头以海瓜子 鱼切鸡全机熬煮 喝来是较清淡口味松露酱的加入 让拉面多了话提醒Tiel的 火焰骰子猪六十五美元 有点像在吃肉嚼口味偏重一点 很有咬劲 味玉盐味拉面320美元叉烧一片 味玉蛋 笋干 葱白 橄榄酱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碗的风味 杨棕墨增加些口感上的层次感就这二碗来说 翁先生比较爱松露辣碗多一点点 不过他说他还是喜欢日本传统口味拉面 所以口味真的是见仁见智 自己吃过最准Tiel的 细面条是我喜欢的Tiel的 很软嫩的味玉蛋Tiel的 价格看个人接受程度长鲜一次还可以 毕竟是东京米其林一星拉面的台湾分店就在台中 深在台中就吃的道罗Tiel的 蓝色启示IGBLU 119CHESC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